同化学药物一样,中药的作用也具有疗效和不良反应两个方面,消除致病因素,缓解临床症状是其有利的一面,损伤组织器官,导致功能紊乱,是其不利的一面。 近年来,随着中药使用的广大化和大众化,中药使用中出现的各种安全问题不容忽视,为了推动中药的科学使用,需要全面认识中药的应用特点,麻烦中药不良反应的发生,减少药物伤害,使之更加安全,有效地服务全人类。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和我国药监部门,对药品不良反应的定义,中药不良反应可界定为,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应用中药,预防疾病时出现那与用药目的不符,且给患者带来不适或痛苦的有害反应,主要是指合和中药在正常用量,用法条件下所产生的有害反应。 不良反应是调略指,1977年,美国FDA宣布停止使用,由碎性人制成的维生素B17制剂,因其主要成分苦心人肝水剪可产生氢化氢,发明者认为该产品能选择性在癌细胞中水剪并破坏癌细胞,但FDA是认为该产品口服可能导致中毒和死亡。 1979年,新加坡政府进制进口,和销售韩晓布简制剂,认为葡萄糖有磷酸脱氢没有,直到6GPD下的因而发生黄打,并且与应用韩晓布简中药制剂有关。 20世纪80年代,日本发现韩中药柴虎属小柴虎丹,那至今可导致急性肝酸害,兼致性肺炎等中药椰原性疾病。 20世纪90年代之本世纪初,韩马豆磷酸中草药,引起的肾功能耸害事件在国内外频发,于新草注射剂因导致多粒严重不良反应,于2006年为暂停使用。 2008年10月6日,云南沈鸿河周六名患者使用次五家注射液后,出现严重不良反应,其中三人死亡。 2009年,发生双黄连注射液致死事件,世界上不少中药进口国认为中药影片、中成药的包装和说明书中对农药残留量、重金属含量、不良反应等指标未能详解说明,因而缺乏可信性和安全性。 不少国家因此采取了限制中草药使用的严厉措施,给中草药的国际化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 中药不良反应原因分析,中药别自植物、动物、矿物、临床使用以中医药理论为指导,因此中药不良反应发生的原因及其影响因素叫化学药物更加复杂。 规纳起来主要有药物、机体和用药三个方面,一、药物品种、中药品种混淆、同名义物、同物一名的现象较为普遍。 临床用药中,属将不同品种的药物盲目器用和乱用意,导致毒副作用或不良反应的发生。 如大吉,常见的有金大吉,红大吉两种,前者属大吉科罕大吉干等。 独性大,后者属西草科含恩坤类化合物,独性小。 二、药物自身的独性,有些中药如皮石、皮生、生穿屋、生骂鞋子、蒸八豆等含有独性成分。 这些独性成分可影响机体机能,随害组织结构,如八豆有大毒,有八道夫八豆有二十滴而致辞者。 三、药材炮制不当,炮制式药物在应用前或制成各种剂型前的必要加工过程。 通过规范的炮制,可减轻或消除药物的毒性、烈性、极高药物的疗效,减轻或消除药物的不良反应。 如父子所含双脂型污头减毒性剧烈,可引起消化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等不良反应。 但生父子今淘滞后,毒性显示降低。 四、同体差异。 不同的患者个体由于性别、年龄、生理、病理状态,尤其是在遗传、新陈代谢、体内代谢、媒体免疫系统、媒体系统及个人习惯各方面存在差异。 影响了机体的吸收、分布、打气、排泄水平。 因此导致对药物不良反应的敏感性不同。 患者过敏体质是导致中药注射际不良反应发生的重要原因。 即使是同一药物、剂量、过敏体质、老年、婴幼儿、肝肾疾病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远高于常人。 五、长期用药,长期应用某种药物,尤其是代谢速度、缓慢的药物,容易引起药物在体内蓄积而发生不良反应,特别是一些有一定毒性的药物。 短期应用上不知有害,但用药时间或长期会蓄积中毒,如有患者连续三十几年服用寒冠目中的龙胆血肝丸,导致肾疏结。 即使一些药性平和的药物长期应用,也会导致严重的不良反应,如肝草为肝性平无毒,但如长期大剂量服用也会出现水肿、高血压、低血甲等甲性全固疼增多症。 六、药不对症,中医药学历来强调辩证求因、生意论治、因时、因地、因人质疑。 七、临床辩证失误,用药不大,或不听辩证,随意滥用,是导致重药不良反应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临床辩证失误。 热症、凉症物与温热药物,因症、含症乱头含良药物,则已导致耗损因经或损伤养起之类的不良反应。 七、合用心药,由于中心药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有时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不良反应。 如石膏、龙骨、牡蛎、矮隔壩等含有差夹的药物弱与强心肝类药物合用后,可能影响心肝类药物的强心作用,合用时要减轻用量并密切观察,以防强心肝中毒。 根据上述常见中药不良反应发生的原因可以看出,中药影片的不良反应事件报道,大多不属于正常的用法用量,因此真正属于不良反应的病例并不多。 目前,关于中药度负作用、不良反应的研究正在开展中,中药不良反应的发生原因,发病机理、临床表现和预防措施等研究尚部系统,使人们能正确地认识中药作用的双重性,有效地减轻中药不良反应所造成的损害。 进一步提高中药的安全性,有效性至关重要,中医药要与国际医药接轨,要开拓国际市场,要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医药市场想求的生存和发展,一定要重视中药不良反应的研究。 本文选字中药不良反应与警戒实践,人民卫生出版社,主编张斌,人类中医整理。 请PGC Card, PGC-CARD-HREF, Text Decoration, None, Outline, None, Display, Block, Width, 100%, Height, 100%, 请PGC Card, PGC-CARD-HREF, Have a Text Decoration, None, PC, 两世新, PGC Card, Box Sizing, Border Box, High 164PX, Border, PGC-CARD-HREF, Position, Relative, Padding, 20PX, 94PX, 12PX, 180PX, Overflow, Hidden, PTC Card, After Content, Display, Block, Border Left, Exceled, 181818, Height, 120PX, Position, Absolute, Right, 76PX, Top 20PX, PTC Cover, Position, Absolute, Width, 162PX, Height, 162PX, Top 0, Left 0, Background Size, Cover, PGC, Content, Overflow, Hidden, Position, Relative, Top, 50PX, WebKit, Transform, Translative, 50PX, Transform, Translative, 50PX, PGC-C-O-N-T-N-T-I-T-L-E, Font Size, 18PX, Color, 凝二二二二, Line Height, 1, Font Weight, Bold, Overflow, Hidden, Text Overflow, Ellipsis, White Space, RAP, PGC-C-O-N-T-E-N-T-D-E-S-C, Font Size 14PX, Color Overflow, Hidden, Text Overflow, Ellipsis, Padding Chop 9PX, Overflow, Hidden, Line Height 1.2EM, Display, WebKit Inline Box, WebKit Line Clamp 2.WebKit Box Orient, Vertical PGC-C-O-N-T-E-N-T-P-R-I-C-E, Font Size 22PX, Color 85959, Padding Top 18PX, Line Height 1.2EM, PGC-C-A-R-D-B-U-Y, Width 75PX, Position Absolute, Right 0, Top50PX, Color 近401599, Font Size 14PX, Text Line, Center PGC-B-U-Y-T-E-X-T Padding Top 10PX, PGC-I-C-O-N-B-U-Y, Height 23PX, Width 20PX, Display Inline Block, Background URL-H-T-T-P-S, S0, Static P-C-O-N-P-G-C-V-R-P-G-C-T-P-L-Static Image Commodity by FRB4-D-L-A-P-N-G 成要稿件,欢迎Y-A-N-G-Z-H-A-N-G-G-K-I-T-H-O-X-M-A-I-L-C-O-M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